大家好,我是龙2 今天是9月20日星期二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汽车资讯吧 日前有媒体曝光了一组新款奔腾X80的配置信息 新车将推出两种排量共计7款车型 标配LED日间新车灯 外后视镜电动调节等 在动力方面 新车将继续搭载1.8T和2.0T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分别为186马力和147马力 传动部分匹配6速手动和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据悉新车计划于9月23日正式上市 其锐全新紧凑型SUV锐虎7将于今晚正式上市 新车搭载1.5T和2.0T发动机 共推出6款车型 其预售价区间为10.99到16.39万元 正式售价预计会在今晚8点半左右公布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此外今天东风风神AX5的内饰和配置信息 也正式公布出来 该车曾在2016年北京车展上首发亮相 从照片来看 新车的内饰层次感非常丰富 采用深色和镀铬装饰条进行搭配 整体与风度MX45的中控台较为相似 据悉新车将会在今年年底正式上市 日前华城宝马官方宣布 新款宝马3系正式上市 新车推出了搭载1.5T、2.0T、3.0T 三款发动机 共11款车型可供选择 其中标准轴距板售价区间在28.8到68.4万元 而长轴距板车型售价区间则为30.99到48.69万元 此外有外媒还捕获到一组宝马全新巴西的陆式叠照 新车定位于宝马品牌旗下的旗舰大型轿跑 新车将会有酷配硬顶和敞篷两种版本 从叠照来看 新车采用了双门轿跑式的设计元素 而在动力方面 据悉新车或将搭载4.4升V8双欧轮增压 6.6升V12双欧轮增压发动机 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可供选择 据悉新车将会在2019年正式亮相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wager.com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wager 获取最新的推送 汽车资讯每一节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